农历7月普渡时节 各公司行号民众都会准备丰富的祭品祭拜好兄弟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中原祭祀食品 共抽验30件产品 包括素三参、高果、拉肉类、泡面、罐头及水果各5件 其中一件芒果验出产流农药杀虫剂陶丝松 不符容许量标准 一件超挖柜验出防腐剂极二细酸超标 台北市卫生局在6月到7月之间 我们在市售通路抽验了30件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那产品的范围包括素三参、高果类 还有我们的辣肉类、泡面、罐头跟水果等等5大类 那依据我们食品的类型的话 可能会检验它的防腐剂、氧化剂、杀菌剂 或者是像我们的蔬果的部分的话 就是检验它的荣耀材料的一个部分 那这30件里面有两件不符合的产品 不符合率是6.7 那其中一件是我们的芒果检出它的一个杀虫剂 是松鼓合我们农药材料的一个农泉药标准 那另外一件是我们的超挖柜 它的防腐剂极二细酸超过的限量 不符合我们食品添加 无所调为几个限量剂的一个标准 那以上的两件产品呢 我们已经要求在台北市的公路业则进行下降 不过金塔来源都是外县市的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相关县市卫生局这边进行查办 那针对我们农药材料不符规定 就是为了我们食品法第15条的规定 那以同法第44条给主金台币 6万到2亿的拿换 那添加后的部分 结合西酸的话 是以去我们3万第18条规定 同法第47条给主3万到300万的拿换 针对不符规定产品 卫生局已通知贩售商立即下架 经追查来源均为外县市业者 以移情所辖县市卫生局进行查办 那老师说话其实是我们核准的一个 合法的一个能量 所以它是可以试作在芒果类的产品 那这个案件来讲的话 是它的一个残留量 高于我们的一个标准值 所以这一定有个不合格 那再来的话 结合西酸的部分 事实上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防锁剂 最主要是防止黎菌跟酵母菌的一个滋生 那当然进入人体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对氧化碳的形式材素 那除非社会高机量 才会有相关的一个不適合症状的产生 卫生局呼吁民众在选购中元节食品时 除可向信用良好的厂商购买外 应注意产品是否适当储存 以维持新鲜度 如为包装产品应挑选具有完整标识者 相关食品业者于生鲜产品批发零售或供摊贩使用时 应尽可能冷藏保存于7度C以下 常温以不超过三小时为限 并采先进先出原则 以维持产品品质 记者李琦慧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